好,下来我们接着看第四句话 这句话又是一个比较重点的句子 是一个长短句 它说 这句话比较复杂 咱们还是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那么这是两个句子并列到一块 中间是用这个but并列连次连接两个并列句 第一句话比较复杂 第二句话是后面跟一个简单句 但第一句话结构比较复杂 第一句话里面用的是 it is true这句的主观结构 前面这个it是形式主语 这是真的 确实是这样的 什么是真的呢 我们that引导的整个黄颜色的部分 都是一个主语从句 它在句中做真正主语 而前面的it是形式主语 然后看主语从句内部 Neal Neal Exploration 在他们探险期间怎么样 那么主语从句内部的主干结构是 他们经常面临着那些 最最精心动魄的困难和危险 这个 这是我们主语从句内部的主干结构 然后呢 Equipted这个鞋底词 从Equipted开始 一直到这个thought结束 鞋的 倾斜的这个成分 都是在主语从句内部的一个方式状行 他们如何面临这个 最最精心动魄的困难和危险呢 他们是以这样一个方式来装备 这是非为一动词 当说方式状行来用 Equipted是过去分词 因为它是给什么什么装备上 只是被装备着 只用过去分词当方式状行 然后呢 在方式状行内部又牵涛了一个 划横线的定义从句 就是位置引导定义从句 来修饰先行四 manner 位置呢 在观音代词 在定义从句里面当主语了 它这个方式是怎么样呢 它可能啊 这物的表示推测了 可能使得一个当代的登山者 一想到此就不寒而栗 这个add the thought是个时间状语 就要一想到 一想到什么呢 后面可以看到省调的 add the thought of the manner 一想到这个方式 就堵如拆抗不寒而栗 好了 在这就完了 到这就结束了 后面转折but 转折之后往往是核心的内容 前面只是让步啊 承认是这样 但是他们并不是特意去追求这种刺激 这种兴奋 but后面是个简单句 那么这个go out of one's way to do something 就不怕麻烦地特意做谋事 这个在后面词法中咱们会讲到 那么这个句中啊 咱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成分 就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句型 就是诚然 但是却如何 这个得背下来 就是it is true not but 那么根据实态有可能一般过去是 就是it was true not 我们叫but 诚然怎么样 但是却如何 因为前面是个完整句子 那么第二句话转折必须加连词but 两个完整句子中间应该加连词 这个句型呢非常重要 咱们在三册就见过 咱们回顾一下三册的第十六课 玛丽有头小羔羊 it was true that he had just bought a lamb he explained but his lamb was black 他确实啊 他刚刚买了一头羊 他解释说 但是呢 他的羊是黑色的 but后面是核心信息 这个信息重要 这个先让步后转折 引出我们的核心倾向 这个句型特别重要 咱们在写作文中 甭管四六级考研英语 还包括我们的 诸佛雅思 直儿一 写作中 可能都会用到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中国呀 的的确确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但是它却充满了潜力 你说这个哪个信息重要 当然但是会不会重要 充满了潜力 是核心信息 但咱们先承认 中国的确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叫做 developing countries 咱们都会 对吧 好 我们看怎么说 It is true that China 中国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都好 但是 but she is full of潜力 potential 或者换成potentialities 都可以 我们再回顾一下 It is true that China It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but she is 这个she 咱们新冠写三册 第十课讲过 在指侧 指船 指祖国的时候 咱们一般 这个代词用she 女子边的这个她 建议 大家学四册 以前把三册 老师讲的这个 先看一看 有个基础 学四册就更轻松了 因为三四册 是个整体 但它怎么样 它去follow 大家记住 潜力潜能 至少这两个版本都可以 第一个我们用不可说明 名字potential potential这个词 可以当形容词来用 叫潜在的 或者潜伏的 这个都行 但做名词 叫潜能潜力 是不可数名词 但它的同根呢 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叫potentiality 单数就是把 ies去掉 加字母y就好了 负数呢 就把y去掉 变成ies potentiality 是用负数的 比较常见 可数名词 习惯用负数 这个搭配背起来 叫be follow potential 或be follow potentialities 就好了 这是承然 但是却 但这个句型 可以变形 因为这个表达在 一篇作文中 可能多次使用 第一个用完之后 咱们后面可以变一变 把前面这个 it the true that 或者unmittedly 或者granted 也是承然 然后后面转折 但是却如何 如果后面叫but呢 那前面两个 这个unmittedly 还有granted 就都是负词了 因为如果前面是连词 后面再加连词but 就矛盾了 中学老师讲过 前面有although 后面就不能用but了 为什么呢 不是用虽然不能用但是 很多老师讲是逻辑重复 这个讲错了 用虽然是可以用但是的 前面有although 后面可以用however 这是没问题的 为什么although 再加but就错了呢 although是从属连词 说明前面是让步状于从属句 后面要跟一个主句 但是but呢 是并列连词 说明前后两个是并列关系 所以用连词 虽然就不要再用连词诞词了 但前面是负词 虽然 后面可以用连词诞词 或者前面用连词 虽然although呢 后面可以加负词诞词 像however 就可以跟although 放在一句话中 所以呢 如果后面用but连词了 前面granted 这个词是负词 因为granted表示承然 既是负词 又是连词 在这呢 我们把它看个负词 就能跟but连接了 如果granted当连词来用呢 后面就不用加but了 直接写主句 怎么判断是负词呢 一般来说 看后面有没有逗号 granted后面加个逗号 那跟unmittedly一样 是负词 unmittedly一定是负词了 但granted如果直接跟 主语畏语了 那说明跟although类似 就是连词了 所以在这一般加个逗号 这后面从语法就对了 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句型啊 在第四册也出现 咱们看看四册的第47课 274页13到14行 274页的13行到底14行 47课大逃亡 看这句话 granted注意多好 a snobbery of camping itself based upon equipment and technique already exist 承然 一种对露营本身的视力行为 snobbery 就是视力现象或视力行为 基于什么呢 非为动词 基于设备和基于技术 设备是不可说明词 就是我家的设备比你好 我家的技术比你强 我就瞧不起你 这视力现象了 这视力怎么样呢 依然存在 但是 转折了 但是它是这样一种视力现象 是什么呢 如果它遇到的话 它很容易理解 也很容易对付 这是granted 后面叫bud的转折了 对吧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这是可以对刚才那个 it is true that 后面叫bud 一个替换 一个变形 但是我们能把这句型 变得更加复杂一些 我们在那但是后面 可以加更多零碎 咱们来看一下 it is true that 跟个完整句子 或unmittedly though how granted though how 跟一个完整句子 然后后半句 可以用bud或yet 这个时候yet呢 也当连词来用 yet呢 表示然而的时候 它既是连词又是负词 在这儿呢 我们当连词来用 跟bud一样 这个转折 转折之后 可以跟好多固定句型 诚然但是怎么样 比如说 that is not to say that 但是这并不是说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或者用but或者yet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或者but或yet we cannot ensure 或we cannot guarantee that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保证 怎么怎么样 这个canon在书面中 最好连写到一块 这是比较正式的表达 我们不能保证什么 或者我们干脆用句型 but或yet there is no guarantee net 但是并不能够保证什么什么 也是表示不能够保证 这是固定句型 guarantee在这儿当名词来用 也是确保保证的意思 这就能变得更复杂一些 这些黄颜色的句型 希望大家背起来之后 在写作中直接可以使用 好 这个句型看完之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句中 我们再看这个逐语重继的内部 逐语重继内部 During their explorations 在他们的探险期间 怎么样 They often face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of the most paranoid nature 他们经常面临着 最最惊心动魄的困难和危险 这个面临着用的是动词face 它跟另外一个动词confront 是孪生兄弟 表示面临的时候呢 这两个可以替换 我们分别读一下 face confront 都是面临着什么什么东西 面临着 那么它有的时候用被动也行 含义类似 比如说用be faced with 或者be confronted with 也可以表示面临着 面临着 咱们看一个例子 China is faced with 或者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overpopulation 中国面临着人口过剩 这么一个问题 这是面临着 这个本文中呢 他们面临着 最最惊心动魄的困难和危险 也是用主动的face 被动的也行 中文中都是面临着 那么使用起来 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还是有点区别的 这个face或confront 如果主动表示面临着 一般强度动态的 这么一个面临 就现在必须得解决的 那么登山期间 就面临这个困难危险 马上得克服 要爬不上去了 但是这个be faced with 或者be confronted with 明显更强调一个状态 就面临着这个问题 摆在面前 但不一定马上必须得解决了 对吧 他比如说 这个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状态 被动更强的状态 而这个主动呢 更强的这个 动态的这么一个含义 而这个呢 更强的静态的 中国面临这个问题 但人口过剩 他今天没法解决 你不能把多余人都枪毙了 他没法立刻解决 是面临摆在面前的意思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本文中主动 更强的动态的这种面临着 他必须 马上得着手解决这个事了 相当这个意思 那么这两个面临着 我们为什么用两个呢 那么在写作中 就可以替换了嘛 用了一个就换成另外一个 表达就不重复了 你比方说 咱们看一看 1999年 一道老题了 当年的六级阅读真题 六级阅读 这个真题第一篇中 有这么一个例句 咱们看一下 一句话中出现两个面临着 你要用同一个表达 那就重了 所以这么胸怀紧秀 多储存些表达 咱们写的时候 就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怎么写怎么有了 但是如果要是动物经常面临着 它们无法控制的一些情况 一些状况 怎么样呢 它们后来表现就很消极 在什么时候 当它们面临着 它们能够控制的一些经验的时候 一些经历的时候 这个时候表现就会消极一些 When faced with 是不是相当于 When they are faced with 那个they are被去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they are 那个they 是状语从去主语 后面跟的是必动词 咱们在三册里面也说过 如果状语从去主语 跟主去主语统一 而后面紧跟的是 这个必动词的话 一般可以把 主语跟必动词去掉 这是状语从与的省略 咱们后面还会讲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只剩下 When faced with 当面临着 它们能够控制的一些经历的时候 它们表现的也会消极 天天受打击嘛 这都是来自于 Be confront with 和Be faced with 这个they are被去掉了 我再重复一遍 状语从去主语 跟主语统一都是they 状语从去主语后面 仅跟必动词 那么一般就可以把 主语跟必动词同时省略 这是一个替换 好了 再回到这个句中 它们经常面临什么呢 后面编语是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就是困难和危险 这个简单 但注意后面这个表达 后知正应用的是 Of the most perilous nature 最最惊心动魄的 这个危险 这个paralless 咱们词后中说了 是非常危险的 险象还生的 那么nature呢 它本身表示 本质或者本性 最最最危险 本质的那些困难和灾难 和危险 这其实是个定语 来修饰前面的名词 咱们记住 咱们经常可以用 Of什么什么nature 当后知定语 来修饰 这个前面的名词 可以表示 某一种类型的 某一种类型的 咱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I can approve of things of this nature 这种事我不能同意 你看这个of this nature 不是这个本性的 而这个类型的 表示种类 这种事我这不能去同意的 Approve of表示赞成 或同意 注意这个 极无不极无意思不一样 如果Approve 没有后面介绍of Approve做极无动词 是批准的意思 官方政治通过或批准 但Approve of表示 同意赞成 这种事我不能同意 表示这个种类的 以后我们记住 经常可以用of a 的的nature 表示什么什么种类的 这个类型呢 什么类型用形容词 修饰这个nature 不就好了吗 只不过本文中的 最高级的most perilous nature 就最最惊心动魄的 那种什么什么什么 还是修饰语 咱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政治性的条约 比如说政治性的条约 Treaties of a political nature 你看政治性的条约 这种类型的条约 Treaty T-R-E-A-T-Y 一般表示国家之间的 一些条约 这个 这个 就treaty 你看我们著名的 这个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So it's the NATO N-A-T-O 这个treaty 就是公约的意思 这个政治性的条约 同样的色情书刊 书是books 色情的books of an erotic nature erotic就是色情的淫晦的 淫晦书刊色情书刊 这个类型的of a什么什么nature 就是它本性 是这么一个性质 所以用它比较类型 很好理解 再比如说 学术性的一些问题 他提了学术性的问题 学术性的 学院的 是不是可以用academic questions of an academic nature 学术性的问题 所以用of a什么什么nature 是表示什么什么种类类型的 什么类型 用形容词修饰就好了 那么再比如说 我们技术类型的文章 咱自己说一个 技术类型的文章 文章可以用article 技术呢 technical就好了 是不是可以用articles of a technical nature 技术类型的文章 本文中 of the most powerless nature 最最危险的 最最惊心动魄的 就是前面那个 difficulties and dangers 那些困难和危险 就随时可能会丧命 你想一想 悬崖峭壁上攀登 一脚射灯空了 马上命就没了 所以那个 是形容当时极其危险的 这个状况 好 就最最令人心惊肉跳的 那些困难和危险 而且怎么样呢 后面跟了方式壮语 我们刚才说了 这equipped in a manner which would make modern climate shutter thought 整个是非为动词 当方式壮语 就是装备之简陋 使得当代的登山者 一想到此就不寒而栗 shutter是浑身颤痛 这个 为什么equipped 在这用被动呢 因为它是给某人装备上 这些人是被装备上了 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 是用被动的 因为它是给某人装备上 你看我们 如果装备了什么东西 它也是用被动 叫be-equipped with 但本文中呢 没有说装备了什么东西 所以没有用这些是with 它是用这个方式 用的in a manner 如果非要说装备上什么东西呢 那后面加的是with 但是都是用被动的 因为它是给某人装备 所以装备着 当然用被动 这很好理解 咱们看三册第三课 最早就出现过 新更年三册第三课 是无名女神这个书 她说 the city was equally equipped with a journey system for a great many of clay pipe 或是found beneath the narrow streets 这个城市甚至还配备着 排水系统 因为在狭窄的街道底下 发现了很多 陶土做成的管道 装备的be-equipped with 是这么来用 在本文中呢 因为非被动词 就直接去掉 必动词 用过去分词 当状语了 后面呢 没有说装备什么东西 而是以什么方式装备 所以in a manner 就好了 这个注意这个manor呢 在这表示方式 方式 它这个manor 一般都是跟in搭配 以什么方式 而且manor表示方式的时候 只用于单数 它如果出现manors 那是表示礼节礼貌了 table manners 餐桌礼仪 礼节礼貌 但manor表示方式 一般都用单数 而且一般都跟in 这个借次in搭配 所以是以这样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呢 后面再在定义重新 which would make modern climbers shadow the thought 李老师说了 这里面这个wood呢 是表示推测 可能会使 坐着说我也没有这么大把握 我估计啊 可能会使 一个当代的登山者 一想到此 就不寒而立 抖入筛康 这个shadow 就是颤抖的意思 add thought 就是一想到 模式 如果一想到什么东西 要强调 想到什么东西呢 那后面叫off就好了 本文中是add thought of the manner 一想到这种方式 哎哟他们就抖入筛肛 这帮人这么大胆子 他们装备的这么简了 就肯去登山了 不要命了 所以一想到此有浑身 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 就这个意思 但是本文中呢 有前面那些manager都有了 后面再说的话就啰嗦了 英语中brevity is beauty 简洁即是美 所以这个 宾语被去掉 宾语被去掉 只好把戒词同时去掉 因为戒词必须加宾语 所以要死的话 只好一块死 只剩下add thought就好了 但其实是来自于三册 二之三刻 咱们讲过的一个重点句型 就add that 什么什么off 一怎么怎么样 就如何 add thought of 就是一想到某时就如何 咱们先复习复习三册的一些句型 比如说三册二十三刻 出现这么一个片段 三册二十三刻叫 这个各有所爱 One man's meat is an animal's poison 这个书 怎么看啊 他说 Your stomach would turn ad idea of frying potatoes animal fat 他说 你有这个念头 就是用冻油炸豆豆这个念头 马上胃口就翻过来 就恶心翻味 要吐 Idea of 叫一有某个念头 一有某个想法 这个是用这么一个搭配 也是一怎么样就如何 还有我们的三册的 第四十一刻 宁静田园生活的遐想 有这么一个片段 They always go into raptures At the mere mention of the country They指的城里人 城市人 Go into raptures 是一个英式的搭配 叫欣喜若狂 狂喜 At the mention of 就要一提到某事就如何 Mention在这当名词来用 前面加个mear 修士mansion就仅仅一提到 那么他们仅仅一提到农村 马上城里人就欣喜若狂 好像提到亲爹一样 作者幽默地讽刺他们 你们觉得农村好 为什么住在城里 他们仅仅一提到农村 马上就好像 手务阻导非常高兴 一提到 叫at the mention of 这个搭配 那举一凡三 多看几个三册讲过的 比如说 我们说 这个一看到 某事 比如他一看到那个谋杀 就马上尖叫起来 She screamed at the sign of the murder at the sign of 就一看到某个情况 Scream就尖叫嘛 这女孩尖声叫起来 再比如说 She walked at the sound of the bell 她一听到这个铃声 就醒过来了 at the sound 就一听到某个声音 可以用它 还有再比如说 She fainted at the news of her father's death 这倒门事 多让这女孩感人了 她一获悉这个消息 一听说父亲的死讯 马上就晕过去了 at the news of 表示一听说某个消息 某个新闻等等 就at the news of 还是那句话 尽量别自己瞎编 为什么李老师给这么多呢 看过的在写 听过的在说 我们在课堂上讲过 或者在第一道的文章中 见过老外用过 这个才敢用 这几个总结到一块 就一怎么样就如何 本文中呢 是一想到这个方式 就浑身抖住摔抗 这个很精彩的剧情 首先呢 有个让步转折的这么一个固定搭配 然后又出现了什么什么类型的 什么什么nature这个表达 后面呢 这个又出现了一个at 再表示这个意思怎么样就如何 这搭配 很精彩 那通过讲解 我们看能不能类似说一个句子 说一个句子 防暴警察在体育场外巡逻 装备的使足球流氓 一看到就不寒而栗 就是防暴警察装备的很先进 这个足球流氓一看就害怕了 就不敢闹事了 防暴警察可以叫write police 注意please这个词表示 警察本身是负数 李老师说过 这个词不能再加一次 那么在某处巡逻 可以用动词patchow patchow这个词可以当集乌动词 直接跟地点在某地巡逻 那么体育场 特别是这个露天的 中间是个足球场 那种大体育场 咱们叫stadium 装备的就equipped in a matter 以这样一个方式来装备 那么使得足球流氓 足球流氓叫soccerhooligan soccer是在美国表示足球 用这个词 hooligan就小流氓 或者阿飞这种词 小流氓 或者这个hooligan soccerhooligan 就是这个足球 那么一看到 就at a side 就不用at a side 就好了 武汉人利用shutter 不就好了吗 咱们先描述 防暴警察正在体育场外巡逻 用过去进行时 咱们一会儿来说一说 right police were patrolling the stadium doha equipped in a manner 什么呢 which可能 would make a soccerhooligan 一个足球场怎么样 shutter at a side 一看到 就等会儿 好 再回顾这个句子 right police 注意这个please 我们说了 用它表示警察 本身就是复述 不能再接S了 它位于动词 当然还得用复述 正在体育场外巡逻 patrolling the stadium 然后装备 以这样一个方式来装备 什么方式呢 这个方式 它可能会推测 会使得一个足球流氓 shutter at a side 一看到就抖炉摔烫 好 这个意思 回到集中 再看but后面的这个简单句 但是怎么样 they did not go out of the way to court set excitement 但是他们绝非有意 去寻求这个刺激的 这个里面有一个固定搭配 顺便可以记住 叫go out of one's way to do something 这个go out of one's way 叫不怕麻烦的特异素模式 不要翻译成走到了路的外边 那就不怕麻烦的特异 专门做模式 如果要是去做模式呢 后面可以加to do 这如果就是不怕麻烦呢 不嫌麻烦 就go out of one's way就好了 讲得去做 后面再加to do就好了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请不要为我麻烦了 please don't go out of your way for me please don't go out of your way for me 不要为我专门麻烦了 没有说麻烦去做什么事 后面那个to do就没了 别人吃什么我也吃什么 不用专门为我麻烦了 没有说去做模式 出租就没了 再比如说你看 it was very kind of you to go out of your way to meet us at the airport 这个后面家to do了 就专门 不怕麻烦的专门做模式 我说哎呀 您专程啊 到机场跑一趟来 这个接我们 这实在是太好了 表示感谢了 专门不怕麻烦的专门做模式 说明不是顺路来 是专门开车来接我们了 不怕麻烦的专门做模式 这是go out of way 这固定大飞 本文中也是呢 但是他们绝非呢 是这个这个有意识的 特意的 不怕麻烦的 来追求这种刺激 这court 我们在圣词中讲了 可以表示追求 追求这个刺激兴奋 他们当时 其实就是为了登顶 后半叔叔他说了 为什么呢 they had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the top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山顶 这是个简单句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是同一次联用 加强语气 唯一的目标 目标只有一个 然后后面那个 the top 就是来坐前面 a single aim a solitary goal 的同位语 这个唯一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山顶 这个single 就是solitary 唯一的 这个a 就是go out 都是目的目标的意思 这是同一次联用 加强语气 这个不是贼词 是为加强语气 中文中 这种加强语气 也到处都是啊 虚情假意 虚情就是假意 虚就是假 情就是意嘛 虚情假意 这是同一次联用 再比如说 山盟海誓 山盟就是海誓 意思一样 千刀万剐 千刀就是万剐嘛 加强语气 深仇大恨 深仇就是大恨呢 同一次联用 在英语中 也是很多 约对俗成那些说法 相同四方的一块 加强语气 连用的 加强语气 比如说 我对你的愚蠢已经受够了 已经厌烦透了 I'm sick and tired of your sadness Be sick and tired of sick 厌烦的 tired也是厌烦的 这两次连用 这构成固定搭配 就是非常厌烦的意思 加强语气 这个见过之后 就可以放心用了 再比如说 动词连用 He's never one to pick and choose 他绝对不是一个挑挑简简的人 pick 就是choose choose就是pick pick and choose 就挑挑简简 再比如说 名词连用 She's always complaining of her aches and pains 他总是在不停地抱怨 这是疼啊 那是疼啊 Ach 就是pain 都是疼痛的意思 Aches and pains 就是这是疼 那是疼 同一词连用 你看 形容词 什么动词 名词都可以 但连用呢 一般都是加强语气 本文中也是 他们只有唯一的目标 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山顶 说明他们当时尽管路程困难坚信 但他不是故意追求这个刺激 他的目的其实为了登山 当时不是为了故意的用简陋设备 而是当时设备就这样 他并不是故意为了去冒险 好 这个第一段重点的段落 一定大家希望大家好好复习 第一段跟老师就看到这